装装了 就是发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钟散散 今天一大早起身 就大概五点半 起身 我就book了一个grab司机 是女司机 帮我载我去putry jaya 因为要我代表公司 申请外劳 然后她就给了我一个 interview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大企业或者是 中小型企业 SME都缺乏 我人力缺乏工人 那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平台 就是FWCMS Foreign Worker Centralized Management System 那边申请外劳的 啊终于到了它的入口处 就是进政府部门的很多的 建筑的入口处 有一个pondok 就是啊好像gard house像的 该六点半到你看 好多人咯 已经好多人在排队了 我绕一圈给你看 我排到最后那边 蛮后面的 不过陆续有来了 很多人 更多人也是排在我后面啦 这样我们是要等到8点 它的gard house开了 要给你一个pass 才能走进去那些 真虎的建筑楼那边的 这就是我排的位了 现在已经排了一个钟了 差不多从天黑 要等到天亮了 5点多要等到8点 8点看能不能移动一下那个 对那个q 这边呢就是那个pondok的小窗口 就是要排队排到这个小窗口 去拿那个pass的 现在还没有人做够 哦天亮了 我已经站了整 一个多两个小时了 哈哈哈哈 你看这里是很多商家的 很多商家都缺乏工人 全部来排队申请外劳哦 可以派代表来 但是那个wakil shariqat 一定要有名字在那个 ETF里面的啦 我们商家是要准备 蛮多东西的啦 他会有一个list给你的 他叫你interview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list给你 看你要带什么文件的 有些文件document是需要你再去CDC的 certified true copy咯 现在是9点了 我终于转到进来这个pondok这里了 刚才是排在外面的pondok的 好终于拿到一个pass了 邪明拿到一个pass 我走了进来 这边里面全部是政府部门 你看那些building是很美的哦 很像英国的建筑物哦 很美很有气派的哦 上一轮呢我们是来KDN的 不过这一轮要去KSM了 我排第二个 因为我有appointment的 不然就好像我左边那边一样 又排长龙又要排过 你看有50多个人了至少 他们是walk in咯 就是没有appointment 然后呢Bething什么什么日期 你来咯 就哪一天你来咯 是叫walk in咯 又要在排队 这么长 看到没有了 你看到这个门 这个门就是我等下要进去的 就进去里面一个大hall那边 准备interview 排队interview 排队interview之前 他会check你的document先的 好了大家我要进去interview了 等下出来再谈吧 我interview完出来了 这本是可以给你拍照的 刚才太紧张了 还没interview的时候 都没有心情拍照拍照 现在可以拍个照你们看 interview的结果还ok啦 他讲应该是可以pass我 我啦我的公司啦 但是要回去等email等三天email 但是据我以往的经验 我代表公司来是 他一下子就drop你pass不pass 他就drop给你了一下子就drop给你了一张 letter 但是这一次不同要回去等email 这是在外面布置得很美 因为还有几天就merdeka了 我interview的时间就其实还有几天就merdeka 所以整个putra jaya放满了很多的国旗 很美很美国旗飘扬 特别是KDN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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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K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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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啦 到处放国去了 要没dekaD了 我叫了我的Grebs司机来载我了 现在我走着出去 因为我知道 因为这里是很难的 很难把车的 所以我就叫了Grebs司机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的原因了 这是刚才从这里走进去的咯 我现在出来才拍给你们 早上就是这个pondok咯 我排了两个半钟头的 现在没有人了 都中午下午的时间了 都要一点了 好了回家咯 就是这样了 结束了我一天的去putra jaya 代表公司申请外劳 去interview的行程 从五点多出发 现在我看我回到我那边公司 都要等两点下午 就是这样了 在那边的时候也遇到很多 全马的 其实是全马的商家 都会来这里interview的 全马的哦 我是钟散散分享生活 是我的兴趣和荣幸 请记得点赞 记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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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